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周五海之地 二 世界石油宝库 三 匮乏的水资源 四 多元的文化 我们先来看看中东名字的由来 中东是以欧洲为中心划分的地理区域 16到17世纪欧洲国家向东方扩张时 按距离欧洲的远近 将部分东方国家分为了近东 中东和远东 那么近东和中东经常是混用的 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 我这里呢 特别想提醒同学们注意 中东和西亚在范围上的不同 事实上 中东包括除阿富汗之外的西亚各国 以及北非的埃及 我们来看中东的地理位置 那么首先呢 我们通过北回归线穿过其中部偏南 可以得知 中东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 除了纬度位置之外 还请大家认真观察右图 完成三个任务 第一 请大家找出图中的大洲分界线 明确中东涉及的大洲 第二 在大洲分界线的指示下 找出对应的地跨两洲的国家 第三呢 就是观察图中涉及的水域 看看它们是不是相通的 分别与谁相通 联系我们对大洲界线的熟悉度 大家可以发现 图中涉及到了三个关键的地理事物 它们分别是 土耳其海峡 大高加索山脉 和苏伊士运河 其中 土耳其海峡和大高加索山脉 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 而苏伊士运河 我们知道是亚洲和非洲的分界 这里请大家关注大洲分界线的图例表示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中东地区地跨亚非欧三个大洲 在此基础上 我们看地跨两洲的国家分别是 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埃及 其中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地跨亚欧两洲 埃及地跨亚非两洲 那么中东地区又涉及到了哪些水域呢 读图中的筑记 我们会发现 中东周围有阿拉伯海 红海 地中海 黑海和黎海 五个大的水域 仔细观察 我们会发现 黎海与其他水域没有相通 它是属于内陆湖泊 我们在学习第六章亚洲史 曾经有阅读材料介绍过 黎海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 是个咸水湖 剩下的四个水域 它们是通过 或海峡 或运河相通的 另外 也请同学们注意 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之间 还有一个波斯湾 那应该算是中东内部的一个海域 它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和阿拉伯海相通的 为什么要让大家关注海域和海域之间的相通问题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相通才可以起到更大范围的运输作用 课本当中有关填写相互联通海洋 名称的活动题 我在这里呢 不给大家完整的答案 只想提示大家 入手点 入手里面一定在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那里 那么和土耳其中海 而与地中海 而与地中海相连的是大西洋 明确了一侧的海域和大洋 另一侧 我相信同学们应该能够顺利的完成 我们看 一旦与大西洋相通 那么把货物再运向欧洲西部 或者北美洲南美洲就很方便了 同样 进入了印度洋 就可以和东亚 南亚 东南亚 以及大洋洲的很多国家联系 因此 中东的地理位置 使它成为了东西方海上运输的咽喉要道 在东西方联系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 我也想让同学们思考一下 联系印度洋和大西洋 除了走苏伊士运河之外 还有其他的航线吗 这个问题 等一会儿涉及到中东石油运输时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 提到中东 就不能不提石油 丰富的石油资源是本区外势力 尤其是发达国家 力求控制中东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 为什么说中东是世界石油的宝库呢 教材给了三幅银状图 分别显示出中东地区的石油在储量 产量和出口量上占比都非常大 尤其是储量 竟然占到了世界石油储量的61% 那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不光三项的占比高 而且均居世界第一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中东的石油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 中东对石油的开发现状如何 请大家读图思考 下列三个问题 通过读图 我们会发现 中东的石油资源 大部分都集中在波斯湾 及其沿岸地区 那么这里的石油呢 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运往世界各地的 正因为此 霍尔木兹海峡 也被称为石油海峡 我们再看 炼油厂的分布情况 除了在波斯湾沿岸一带 有较多的炼油厂之外 地中海沿岸地区 也有很多炼油厂 它们与油田之间 是通过输油管道连接的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不仅减少了 海运的压力 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 更加便捷 那我还想问问同学们 炼油厂与石油化工工业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说炼油厂 是石油加工的初级阶段 炼油厂只是得到油品 而石油化工工业 是在炼油厂提供原料油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工获得 产品包括塑料 合成纤维 合成橡胶等等 那这样看来 当地在石油加工方面 还属于比较初级的水平 从长远来看 要想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还需要提高技术 进行石油的深加工 中东有这么丰富的石油 它的石油资源是如何向外输出的呢 课本给了一张 波斯湾石油外运航线图 通过读图 我们会发现 大致有三条输出航线 我们先来看输出的国家和地区 其中 航线A和航线B 都是运往欧洲西部和北美洲的 那航线C呢 它的目的地是东亚 同样是到达欧洲西部和北美洲 为什么要分为两个航线呢 两条航线有什么差异 我们看 航线A经过苏伊士运河 它的航程比较短 但是由于运河地辖水浅 所以能通过的游轮吨位比较小 航线B呢 经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航程要比航线A长多了 但是水道宽阔 可以通行巨型邮轮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运输石油的邮轮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不同的航线来走 另外呢 我也想提醒同学们 请大家注意图中箭头的粗细 箭头的粗细 代表了运输油量的大小 所以从图当中 我们看 东亚目前对中东的石油需求量 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 请同学们注意 那具体每条航线经过的海洋 海峡和运河 请大家在图中依次找出 我在这里提几个关键点 比如说 霍尔木兹海峡 苏伊士运河 直布罗陀海峡 好望角 马六甲海峡 这些呢 都是中东石油外运航线的 关键地带 与丰富石油资源 情况大相径庭的 是中东的水资源 一个区域水资源的多少 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降水情况 也就是说 要看当地的气候 我们通过读亚洲气候分布图 会发现 中东大部分地区 为热带沙漠气候 课本给了以 麦地纳为例的 热带沙漠气候的 气温曲线和降水柱状图 读图我们会发现 麦地纳各月降水 均在50毫米以下 同时呢 各月气温 却都在15摄氏度以上 这表明 当地全年 气温高 蒸发大 降水少 所以 该地区 必然 干旱 少水 这 这里给大家 呈现的 是中东的水资源分布图 请大家思考 以下三个问题 关于中东气候干旱的证据 我想大家看到了很多 比如说 当地有很多的石令河 内流河 内陆湖 另外 河流相对都比较短小 比较长的 大的河流 就是诱发拉底河 比格里斯河 以及尼罗河 除此之外呢 还请大家注意 就是图当中 有很大面积的沙漠 这也是气候干旱的证据 或者说 是与河湖较少 多内流河湖 环境特征相对应的 大家看 阿拉伯半岛上 有不少国家 都属于无流国 所谓无流 就是没有大的河流 那 对于水资源短缺问题 当地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我们知道 解决水资源短缺 一般的思路 为开源 节流 这里也不例外 尤其在 节约水资源方面 中东地区 还是有不少经验的 比如说 以色列的节水农业 还有 很多沿海国家 采取了海水淡化措施 当地很多政府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另外 部分相对水资源丰富的国家 比如说 土耳其 还向中东其他地区 进行了水资源的输送 中东地区在文化方面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那中东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 这里是伊斯兰教 基督教 犹太教 三大宗教的起源地 同时呢 这里有阿拉伯人 波斯人 土耳其人 和犹太人 这样多元的文化 也使得文化冲突在所难免 因为我们进行的是地理学习 所以我认为 同学们应该把注意力 关注在中东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 比如说 当地很多人都喜欢穿白色大袍 这是由于当地气温高 太阳辐射强 白色服装呢 吸热较少 适应当地的气候特征 再比如 当地气候干旱 沙漠广部 而骆驼是比较耐旱的动物 所以 适于作为当地的交通工具 右图中 把床铺安装在屋顶上 则是因为这里极少下雨 无防雨之忧 而且呢 夜间屋顶上比较凉爽 人们会感觉更舒适 不仅这些 还有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当地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同学们可以在课下进一步查找资料 以上就是本课的学习内容 我在这里呢 又一次做了两种知识梳理的形式 我们看 本节课的内容 其实就是围绕战争不断的中东 而做出了三个主要方面的梳理 大家可以把左图的具体条目 嵌入到右面的结构图当中 这样我们的学习就既有线索 又有具体内容支撑了 好 本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各位同学好 欢迎进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课堂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八章第二节 欧洲西部 本节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 一 工业密集 发达国家集中 二 现代化的畜牧业 三 繁荣的旅游业 我们还是从欧洲西部的位置和范围谈起 首先来看欧洲西部的位置 通过图上标注的重要的经纬线 我们会发现 北极圈穿过其北部 最南端呢 也在北纬30度以北 所以欧洲西部地跨中高纬度 大部分位于中美地区 再来看 本出紫武线和西京20度也穿过该地区 请大家回顾 这两条经线分别是东西京和东西半球的界限 因此我们可以说 欧洲西部是地跨东西半球的 另外从海陆位置上来说 欧洲西部位于亚欧大陆的西北部 它北林北冰洋 西林大西洋 南林地中海 从面积上看呢 欧洲西部占欧洲的一半左右 别看面积不算太大 但这里国家众多 我呢 给大家呈现的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分布图 大家看 欧洲西部的发达国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这于这里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密切相关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10年 欧洲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大家看 这里所列的国家都在前25名以内 我们说工业发达是欧洲西部 成为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基础条件 从历史上看 这里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从生产力水平上看 很多国家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都很高 从部门结构上看 现代制造业比重高 而传统和低端的工业相对较少 从对外贸易水平上看 欧洲西部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科技工业产品 或是附加值高的一些工业产品 还有呢就是深加工的农产品 总之 欧洲西部在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和对外贸易水平上都占了很大的优势 除了工业之外 欧洲西部的农业也是水平很高的 刚才我们提到欧洲西部对外贸易的产品当中 有大量的深加工农产品 其中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 就是畜牧产品 大家熟悉的 比如奶制品 尤其是奶粉 还有牛肉等等 那么欧洲西部的畜牧业 为什么这么发达呢 这就得从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两方面来分析 我们先来看它的气候 请大家读图 包括气候分布图和两个城市的气温曲线和降水柱状图 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一 欧洲西部有哪些气候类型 二 比较博明汉和汉堡两地气温曲线和降水柱状图 描述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特点 三 减数两地的气候特点 对当地畜牧业发展的有利影响 我们看 欧洲西部的气候类型 主要有 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地中海气候 还有小范围的 含带气候和高原山地气候 其中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 面积较大 以博明汉和汉堡两地为例 温带海洋性气候 在气温和降水上有怎样的特点呢 首先 它们的个月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 最高没有超过二十摄氏度 而降水呢 大部分都在五十到一百毫米之间 也就是说 气温和降水的年变化非常小 因此 我们来概括 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特点为 夏季凉爽 冬季温和 全年降水丰沛 季节分布均匀 那这种全年温和湿润的气候 非常适宜多枝牧草的生长 进而给畜牧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再来看看 欧洲西部地形对畜牧业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欧洲西部的地形图 描述地形的气候特征 第二步呢 请大家对比两幅图 说一说 欧洲西部的地形 对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分布 有什么影响 第三呢 请大家思考 地形对畜牧业的发展 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通过读地形图 我们可以知道 欧洲西部地形以平原为主 其中南北多山地 而中部为广阔的平原 整体来说 地势低平 海拔较低 两张图对比 我们会发现 以平原为主的地形和山脉的走向 非常利于海洋上 湿润气流深入内陆 这样就在欧洲西部 形成了范围广大的 温带海洋性气候 大家之前分析过 北美洲气候的分布 请大家翻到课本12页 把欧洲西部的气候分布图 和北美洲的气候分布图 做个对比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 欧洲西部的温带海洋性气候 范围是非常广阔的 那范围这么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 自然是非常利于 多枝牧草的生长 更利于发展畜牧业 也使得大部分草场 可以常年放牧 另外 欧洲西部地形平坦开阔 使得欧洲西部 有广大的草场 这也是地形对畜牧业发展的 有利条件 这张图就可以概括 欧洲地形与气候 是如何影响当地畜牧业发展的 在这里 我也特别想指出 欧洲西部 还有很多其他的气候类型 那多样的气候 与不同的地形相结合 也为欧洲西部 多种农作物的种植 以及农业的多种经营 提供了有利的自然基础 正是由于畜牧业的发达 使得欧洲人在饮食结构上 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色 那欧洲西部的畜牧业 和发展中国家的畜牧业 一样吗 我们说区别还是很大的 请大家读教材中的阅读材料 约翰家的乳絮农场 以及现代化的乳产品 生产过程示意图 思考欧洲西部畜牧业的现代化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读材料 我们会发现 约翰家的农场面积 约有50公顷 而只由他们一家人来经营 而且要完成 种植牧草 饲料 户外放牧 日常挤奶 三项工作 看起来 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 他们一家人 是如何完成 这么大的工作量的呢 没错 就必须依靠机器 高度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就是欧洲西部 畜牧业现代化的第一个表现 据说 在法国 每个农业劳动力 每年生产的农蓄产品 超过100吨 欧洲西部 现代化的畜牧业 还表现在 农业生产的 专门化上 我们看 以乳畜业为例 从养奶牛 到挤奶 到运输 到加工成奶制品 每个环节 都是有专门的生产单位的 这就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另外 请大家仔细阅读材料的第二段 请问 给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请大家注意 首先 牧草是种植出来的 这一点 很多同学 可能有错误的认识 另外 当几个围场 放牧乳牛时 其他的围场是关闭的 目的就是为了利用 里面的 牧草生长 欧洲西部的另一个特色 是欧洲的旅游业 据统计 欧洲西部每年的游客数量 占世界游客总数的一半以上 课本给了大量的 欧洲旅游圣地的照片 你能对它们进行分类 并找出相对应的国家吗 我们看 欧洲西部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如地中海沿岸的阳光沙滩 更有丰富的人文景观 如埃菲尔铁塔 大本钟等 丰富的旅游资源 使得当地吸引了大量游客 据统计 欧洲西部的世界遗产 约占全球的40% 另外 由于经济发达 欧洲西部各国接待游客的能力 也是比较强的 这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因素 除了旅游资源和接待能力 欧洲西部旅游业发达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段文字 从本区域旅游市场的角度看 当地的居民收入水平高 旅游度假已成为欧洲西部地区的人们 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 当地自身也有很大的旅游市场 另外 深根协定和欧元的信息告诉我们 政策的优势 也是欧洲西部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 以上就是关于欧洲西部的知识讲解 这次的知识书里 我换了一种形式 我们看 本节课内容是以欧洲西部经济发达 作为核心主题 从工业 农业中的主导畜牧业 和旅游业三个角度来分析 在大线索的基础上 我们再把每部分内部的关键词和关键点列出 这样就更利于我们掌握了 大家可以在我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好 本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欢迎来到国家中小学 网络云课谈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八章 东半球的其他地区和国家 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黑人的故乡 快速发展的经济 人口 粮食 与环境 在这节课之前呢 先请大家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世界地理区域划分中 将非洲分成北非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依据是什么 对了 其实主要的依据呢 是人种的差异 撒哈拉以南非洲 90%以上的人口为黑种人 而北非主要的人种 则为白种人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具体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黑人的故乡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理位置 请大家动手 在课本61页图8.26中描出 赤道 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 并思考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纬度位置特征 那把赤道 南北回归线 标出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 绝大部分的区域 是在北回归线 和南回归线之间的 那也就是说 撒哈拉以南非洲 绝大部分的区域 都是位于热带地区 而它的海陆位置呢 则是 西陵 大西洋 东陵 印度洋 那明确了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理位置之后 我们来了解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环境 首先 我们来看 它的地形地势特征 那么 从右下角的高度表当中 我们可以得知 颜色越深 表示海拔越高 而颜色越浅 表示海拔越低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它的地势特征 是 东南高 西北低 那我们接下来 再具体看一下 本区域的主要地形区 有南非高原 东非高原 埃塞俄比亚高原 刚果盆地 那我们发现 它的地形呢 是以高原为主 有高原大陆之称 当然 我们不要忽略 本区域的最北边 还有一个 撒哈拉沙漠 那接下来 撒哈拉与南非洲的 气候特征 请大家思考 撒哈拉与南非洲 都有哪些气候 这些气候 在分布上 有何特点 主要的气候有 热带雨林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热带沙漠气候 地中海气候 以及高原山地气候 那我们发现 这些气候 它在分布上 有如下特点 一 主要为热带气候 二 以赤道为中心 南北对称 三 热带草原面积广物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热带气候为主 并且是对称分布的一个状态呢 使得撒哈拉与南非洲的景观 大家看 也都是以热带景观为主 有热带雨林景观 热带草原景观 和热带沙漠景观 而这一系列的 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也对撒哈拉与南非洲 一系列的生产生活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活动 请分析 右侧 N甲梅纳 气温曲线 及降水量柱状图 说一说 热带草原气候的 气候特征 二 结合下图 谈谈谈 当地的民居 与气候之间的关系 根据右侧 N甲梅纳 气温曲线 及降水量柱状图 结合前面所学 那我们知道 热带草原气候的特点呢 是全年气温较高 有明显的干湿两季 而下图当中 茅草 旧地取材 墙体 由木棍 树枝 和泥土 构成 比较薄 透气性好 房顶由厚厚的 茅草覆盖 那这样可以 做到房屋 阴凉通风 遮风避雨 既适应了气候 也满足了 当地人们的 居住需求 那当地的 自然地理环境 除了对于 它的民居 有这样的一个 影响之外呢 那其实 还映育出了 独特的文化形式 如可能体现 节奏感的 击鼓 又如 风格粗犷的 木雕 工艺品 等 所以2014年 李克强总理 在非盟会议中心 发表演讲说 今天的非洲 是生机勃勃的非洲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 举足轻重 在我看来 非洲堪称 三个一级 非洲是世界 政治舞台上的 重要一级 是全球 经济增长 新的一级 是人类文明的 多彩一级 那这里 人类文明的 多彩一级 就是对于 非洲这种 独特的文化的 一种尝试 那为什么说 它是全球 经济增长 新的一级呢 我们接着来看 撒哈拉以南非洲 快速发展的经济 请同学们 结合地图 及阅读材料 说出 撒哈拉以南非洲 经济发展的 优势条件 我们在右侧的地图 会发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 有着丰富的 矿产资源 和生物资源 就矿产资源而言 像它的金刚石 黄金的锄量 以及橙量 都居世界首位 就生物资源而言 那我们会看到 它有着丰富的 经济作物 并且呢 它还是咖啡 以及油棕的 原产地 在左侧的 阅读材料当中 我们还会发现 它有着 巨大的市场 以及各国 对它的经济 以及在其他方面的 帮助 所以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具有良好的 经济发展的条件 但是 为什么 它的经济发展水平 至今 还比较低呢 我们通过一个活动 来了解 请大家阅读图文资料 回答 加纳主要出口产品是什么 为什么进口额 远远高于出口额 这种外贸结构 对国家经济有利 还是不利 为什么 结合加纳的例子 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发展经济 提出建议 那我们会发现 加纳主要出口产品是 可可 黄金 和木材 那为什么进口额 会高于出口额呢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 示意图 我们会发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 像加纳 它主要出口的 都是一些 初级农矿产品 而初级农矿产品的价格 是比较低的 而进口的 多是像一些进口机械 化学物品 等一些工业制成品 而这些工业制成品的价格 是比较高的 那这样的一个 进口额 远远高于出口额的 贸易结构 对于一个国家 发展当然是不利的 因为它不利于你一个国家 外汇的创造 与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 是极度不利的 那像加纳这样的一个情况 应该怎么样去改变呢 那我想 应该各个国家 要努力的去 摆脱过度 对这种初级农矿产品的依赖 而结合每一个国家 自身的情况 去发展民族经济 然后去发展多样化的经济 那我们来梳理一下 撒哈拉以南非洲 经济发展的整体思路 首先 撒哈拉以南非洲 自然资源丰富 但历史上 曾经遭受过 知名统治 所以工业基础薄弱 只能依赖 初级农矿产品的出口 那这在国际贸易当中 处于不利地位 所以如果想解决 这一问题 就必须发展民族经济 才能使经济快速发展 那好在近年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 有很多国家 都不断在践行着 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 如尼日利亚 利用其丰富的石油资源 去发展化学工业 机械工业 又比如 肯尼亚 利用其良好的气候资源 去发展花卉业和旅游业 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鲜花出口国 和著名的旅游国家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2019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经济展望中表示 尽管未来经济增长前景 面临挑战 撒哈拉以南非洲 仍然是全球 经济增长速度 最快的地区之一 那这两个月 我们经常有听说 非洲正遭受沙漠环虫的危害 那其中像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埃塞俄比亚 吉布提 索马里 为25年来最严重 而肯尼亚甚至是70年来最严重 而这种环虫的肆虐呢 也给这个地区带来了 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上的严峻挑战 给东非多国农业生产 带来严重的影响 使粮食短缺问题 雪上加霜 那为什么是雪上加霜呢 那是否意味着 原来这个地方 就有粮食短缺问题呢 那我们接着来看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 粮食和环境 那在这幅图当中 我们会发现 整个非洲 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 它的人口增长的速度 是全球最快的 而这样迅速增长的人口 它对于粮食的需求量 是日益增大 阅读图文资料 思考 撒哈拉以南非洲 哪种气候分布最广泛 这种气候条件 对粮食生产有何影响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当地的人们通常采取什么措施 这种方式对于生态环境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通过右上角的气候类型分布图 我们能够知道 撒哈拉以南非洲 热带草原气候分布最广泛 并且热带草原气候 它在降水上 有一个特征 是干湿剂分明 因此这种干湿剂分明 对于当地粮食生产的影响 就在于 它极度容易出现旱灾 就使得当地特别容易出现 粮食减长 粮食短缺的问题 那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当地的人呢 通常会采取的方式 是增加耕地面积 那么耕地从哪来呢 而当地最大的这个土地 其实就是草原 所以就在草原上 大量的把草原转化为耕地 而这种方式 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影响 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首先 破坏草场 会使得原有的草场上的 生物多样性减少 而对于草场的破坏 也会使得原有土壤的肥力降低 并且更加容易引发土地荒漠化 所以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人口粮食和环境三者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做如下梳理 首先 因为人口增长过于快速 以及热带草原气候 旱灾频发 都导致当地粮食短缺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当地的人就要去过度开垦 过度放牧 而这样的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 就会大量的破坏当地的草场 那就容易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 以及土壤肥力降低 土地荒漠化 等环境问题 这样的一个环境恶化 又进一步导致粮食减产 然后形成一个这样的恶性循环 所以通过本节的学习 你认为下面 有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协调人地关系的建议 有道理吗 请按照最重要 次重要和一般重要的顺序 把它们填到金字塔形的小方块中 并说明你的理由 那应该说 题目当中的A到F 六条建议都是有道理的 而协调撒哈拉以南非洲 人地关系的关键在于其人口 粮食和环境问题 所以ABC三条是比较重要的 而在ABC三条当中 又以人口作为他们的人口 粮食环境问题的一个根本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去控制人口过快的增长 然后去保护生态环境和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其次才是D E F 那这是本节课的知识小节 那同学们在梳理知识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是首先要去把握每个知识点的主干 然后着重去思考每一个主干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 从而不断去构建整个知识脉络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 欢迎大家来到国家中小学网络云课谈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八章 《东半球的其他地区和国家》 第四节 澳大利亚 本节课的内容主要有 活化时博物馆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咱们先看一下澳大利亚的国会 你能在它的国会上发现哪些动植物呢? 可能有一些动植物咱们并不认识 那么我们接下来先认识认识 澳大利亚的一些独有的生物 首先是一些古老的动物 袋鼠 也就是在国徽左侧的那只动物是袋鼠 考拉 还有鹅苗 也就是在国徽右侧的那只生物 就是鹅苗 还有青鸟 而澳大利亚呢 还有其特有的植物 比如说安树 还有金荷花 而它国徽的底部 主要的一个植物 就是金荷花 据统计全球有带类动物150种 大部分生活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还有特有鸟类450种 特有植物9000种 那么大家思考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动植物会如此独特呢 大家可以从板块运动的角度 以及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思考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要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范围和地理位置 首先 澳大利亚的范围包括 澳大利亚大陆 以及澳大利亚大陆南部的塔斯玛尼亚岛 和周围的岛屿 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 而它的地理位置而言 首先 从半球上说 澳大利亚属于南半球 而从纬度位置上来说呢 南回归线 穿过澳大利亚大陆的中部 所以澳大利亚整体位于中低纬地区 而它的海部位置呢 澳大利亚大陆 西陵 印度洋 南陵 印度洋 东陵 太平洋 北陵 阿拉 佛拉海 因此我们发现 澳大利亚 它独占了一整个大陆 而且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大陆和其他大陆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 那这就决定了澳大利亚大陆上的物种就很难与其他大陆的物种进行交流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了多久呢 那我们通过大陆飘移学说的一些观点 澳大利亚大陆6500年前就和其他大陆分离 长期处于孤立状态 动物缺乏竞争 进化缓慢 因此形成很多古老的物种 所以呢 它被称为世界活化石博物馆 那除了澳大利亚大陆之外 还有哪个大陆也是孤立的 该大陆也有众多古老的生物吗 没错了 就是南极大陆 但是由于南极大陆纬度高 中年严寒 生存环境恶劣 就只有极少的生物 所以我们发现澳大利亚的生物特点 它是在板块运动 纬度位置 海陆位置 等地理位置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 那我们接着来学习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照片呢 就是澳大利亚广泛养殖的一种绵羊 叫美丽农羊 这是一种比较优质的绵羊品种 但是它并不是原产于澳大利亚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张图表 1788年 英国人第一次携带了29只 美丽农羊 到达澳大利亚 到了1992年 羊群的数量竟然达到了1亿6千万只 是当时澳大利亚人数的10倍 虽然过了1992年之后 这个羊群数量有在人为的减少 那么到现在为止 它的羊群数量基本是维持在6500万只 那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羊群数量 也使得澳大利亚的羊毛的产量和出口量 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我们可以看这两个图表 左上角 1994年世界各国羊毛产量占比 澳大利亚竟然占到了61.1% 虽然到了2015年占比降到了24% 但仍然是世界第一 所以这样的一个羊羊业 曾经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当中 占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后来随着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调整 那么羊羊业在GDP当中的比重呢 也是在不断降低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详细了解一下 澳大利亚的羊羊业 请在图上找出澳大利亚的三大牧羊带 并思考 在澳大利亚发展牧羊业有利的自然条件 那我们通过图例知道 澳大利亚的三大牧羊带 一次是粗放牧羊带 绵羊与小麦混合金银带 牛羊与经济作物混合金银带 然后我们关于第二个问题 澳大利亚发展牧羊业有利的自然条件 我们一般可以从地形、气候、河流、生物等角度去分析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地形和生物因素 那我们先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 找出澳大利亚三大牧羊带对应的主要地形 那我们可以看到粗放牧羊带 它的地形是西部高原、西南部和大自流盆地东南部 绵羊与小麦混合金银带 则主要分布是东南墨类河平原和西南沿海高原 而羊、牛与经济作物混合金银带呢 则主要是分布在东南辖窄的沿海低平原和西南沿海 那通过这三个主要地形的寻找呢 我们发现它整体的地形是较为平坦的 并且没有大型的野生食肉动物 利于牧羊 那这样的一个地形和生物条件 对于它牧羊是十分有利的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一下气候要素 通过这个材料的阅读呢 我们可以知道不同的绵羊 它对于气候的要求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 就是基本上绵羊都喜欢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而我们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也能够知道 它整体的大陆是介于南纬10度到南纬40度之间 那这样的一个纬度呢 就使得它的气温整体是比较高的 适合一年四季露天放牧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气候的另外一个要素 降水 那在这样的一个资料当中 我们会发现 虽然绵羊大都喜欢温暖的环境 但是它们对降水的需求却不尽相同 有一些喜欢干燥 而有一些喜欢湿 而有一些喜欢湿润 因此 请大家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澳大利亚的三大牧羊带 与降水量的分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我们通过下边这幅 澳大利亚的降水风图 我们会发现 澳大利亚中部降水少 而沿海地区降水多 那就意味着 澳大利亚粗放牧羊带 它其实是降水比较少的 而羊牛与经济作物混合经营带 它的降水是比较多的 而这样的一个降水的差异 会对这三个牧羊带 它的生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张表格来了解 首先 三个牧羊带生产规模不同 那这个应该是由于 三个牧羊带所处的位置 它的面积不同而导致的 那接下来的草场类型 牧草质量 还有宰触量 应该都是由于降水的差异 所导致的 而这样的一个草场类型 草场质量和宰触量的不同 也导致了三个牧羊带 产量以及生产稳定性的差异 所以总结起来呢 就是澳大利亚人 在气候当中的降水 这个要素上 充分做到了因地制宜 降水不同 牧草不同 宰触量不同 饲养的品种也不一样 那我们接着来学习 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通过左边这幅矿产资源分布图 以及右边这幅 煤矿的露天开采现场 那我们会发现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 品种多 品质优 埋藏浅 易开采 有着如此优良的矿产资源条件 澳大利亚呢 大量的出口 矿产资源 至距离它较近的中 印 日 韩 等亚洲国家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2001年至2008年 澳大利亚矿品出口 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也是节节攀升 到了2008年 这一比重甚至占到了 55.9% 所以矿业也一度成为 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但是 与牧羊业类似 随着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调整 现在 不管是矿业 还是牧羊业 它所占的比重 也是在不断降低的 而在整个GDP当中 它占比最高的产业 实际上是第三产业 服务业 当然 澳大利亚也不只是单纯出口 矿产资源 它也利用这样的矿产资源 去发展冶金业 所以 请大家思考两个这样的问题 澳大利亚冶金业分布 有什么特点 二 选取一个钢铁工业中心 或有色冶金工业中心 说明它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那通过图例 我们会发现 澳大利亚的钢铁工业 或者是有色冶金工业 基本它的分布的特点呢 就都是分布在沿海地区 靠近矿产资源分布 那我们不管去选取任意的一个钢铁工业 或者是有色冶金工业 去分析它为什么要分布在这儿 我们的分析思路 基本都是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角度 而自然角度当中呢 我们就要去分析 那这个地方的水源条件 矿产资源条件等 而社会经济条件呢 我们就要去分析 它的市场 它的交通 它的劳动力等要素 所以 那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 比如我现在选择的是珀斯 那么在图例上 我发现珀斯 它分布有钢铁工业 那么通过工业发展条件的思路 那我们就可以去分析 首先从自然角度 那我发现在珀斯 附近矿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那就钢铁工业而言 那我发现珀斯附近有煤矿 那这个煤矿呢 就可以作为钢铁工业的动力 那我发现珀斯附近还有铁矿 那这个铁矿呢 就可以作为钢铁工业的原料 那通过之前的学习 我们还知道 澳大利亚沿海地区的降水 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它的水源条件 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社会经济角度而言呢 那我们可以通过右边的 这个人口分布图 那会发现珀斯的人口密度 也是相对较高的 那这就给它提供了 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那因为珀斯还是沿海 所以海运便利 就有利于这种产品的出口 所以它的市场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 整体来分析下来呢 那就是珀斯 靠近矿产资源 原料 燃料充足 水源充足 劳动力众多 海运便利 方便出口 那最后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本节课的重点知识 那首先 世界活化是博物馆 我们要通过板块 以及地理位置 去说明 为什么澳大利亚 拥有一系列古老 而独特的动植物 其次 其在羊背上的国家 我们要学会通过地形 气温 生物等要素 去分析 澳大利亚的牧羊叶 迅速发展的原因 以及当地人 是如何通过降水的差异 创造出三个牧羊带 第三 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我们要知道 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出口 对于国际的意义 以及明白 虽然工矿业 以及牧羊业都曾经 在它的GDP当中 占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但是现在 在GDP当中 占比最高的 是它的服务业 好 那么本节课就上到这 对于国家 对于国家 的日子 是 对于国家 的地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